早晨 各位 今天是12月13日星期三的早上 恆生指數受惠隔夜的美股高開 不過曾經一度因為A股方面走低的時候 又再次穿50天線的水平 我想後市仍然是牛皮偏弱多一些 不排除如果今個星期仍然是失手50天線收市 很可能大市將會進一步回落 所以正如上個星期中和大家講法 盡量減少倉位 不排除今次只是後抽 不需要太過進取買貨